7月20日,网络节目《恩采的新兴日记》第16期节目中,邀请到了艾搜成员伯贤、参列和秀敏。 作为大前辈的艾搜,利用自己在KEEP行业十多年的经验,为了SERFIM恩采提供了很多建议。 恩采问道,我们应该怎样做,才能在十年内成为这样一个伟大的团体时。 伯贤强调,最重要的是要有专业的心态和努力,并且作为偶像,不能对自己的工作领域失去兴趣。 其次,参列提到了与成员间保持亲密关系的重要性,便表示,团队合作是团队长久的秘籍。 此外,波仙还给出了不要结交很多名人朋友的建议,让恩采惊讶表示,我一直努力在这个节目中交朋友。 波仙强调,我们没有名人朋友,就只有我们成员之间很亲近,让恩采恍然大悟笑称,原来这才是持续12年的秘密。 接下来,SO更开玩笑地告诉恩采,不要试图打败成员,因为永远不会打败。 对此,粉丝留言说,感觉他们真的把恩采当妹妹一样,戏品,他们真的很真诚,很中肯地给了建议。 恩采这期节目,代入感真的好强,也许是年龄相访的缘故,看完这期视频,简直就像是我在现场采访敌人一样。 真的很感慨,SO的关系真的很好很好,经历了那么多风雨的前辈,未来依旧闪闪发光吧。 爱的寒舍,美丽姐说最新韩语,欢迎赞和订阅哦。